铁嘴分析师郭明奇 自从到大陆任职之后 对于台湾的产业还是非常关心 他今天又最新点名了两打 真顶跟台光电后续伤机可期 而的确在今天股价上表现相对亮眼 那最主要还是跟5G的新闻有关系 而且还是我们新观点 在上个礼拜就抢先追踪的 苹果5G有关 我们上个礼拜追踪 这个英特尔自从退出了5G之后 导致苹果要另寻5G的晶片商 而绕了一大圈没有办法 还是只能跟高通来采购 所以专利诉讼当中 就跟高通上演了世纪大和解 而这一握手两强联手 一加一肯定大于二楼 所以全球的5G商机势必热闹非凡 换机潮即将来袭 所以我们看到了天风震撑的郭明奇 他的确就挡到了 如果明年iPhone真的能够顺利的推出 5G的话将能够带起换机潮 而这个换机潮有多大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新iPhone的出货量 今年它的预估出货量 6500到7000万只 而明年如果真的能够推出 5G iPhone的话 这个出货量将能够成长到 7000到7500万只 而这个新iPhone量一推升起来的情况之下 当然就使得iPhone的总出货量跟着提升 今年的预估出货量 1.88到1.92亿只 而明年呢 能够成长看到2亿只这样的水准 不只郭明奇将认为 连日经新闻也看好 说有了苹果的加入之后 这个全球的5G出货量一定会倍增 为什么呢 因为日经新闻以他们日本自己的业者为例 其实啊 5G的建设成本相当高 所以虽然今年是5G元年 但是才刚刚开始 所以像是日本 很多的业者在投资的态度上 还是非常非常保守的 但是如果连这个大客户苹果 他现在确定已经要买高通的晶片 而正是在明年 很有机会就推出5G的智慧型手机的话 那肯定会鼓励这些亚洲国家 更快速地来打造5G的网络 因为你有一只手机 可以用5G还没有用 你还得那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在的国家 在台湾 日本 到处各国 他们有5G的这个设备能够通话 您才能够真正使用5G 所以日经新闻就说了 苹果如果也加入战局的话 明年5G的手机出货量将会暴增 暴增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日经新闻就预估了 明年整体的5G出货量 其实从今年就已经开始少量出货了 因为像是三星啦 像是华为啦 好 在5G的部分 今年都已经有瘾了 不过出货量只有300到400万台 但是明年呢 明年原本预估是3500万台的水准 但是在苹果加入这个战局 明年5G手机很有可能 苹果就会推出来的情况之下 苹果一加入 原本预估明年出货的5G手机出货量3500万台 很有可能一下子倍增来到7500万甚至到1亿只的水准 所以苹果一旦加入让大家都非常有信心 这个5G的推动能够更往前 那是不是大家在投资在设备上能够能大步的卖钱 所以全球5G的商转就很有可能到达一个甜蜜点 那苹果的5G手机加入了大战 那再带起来的换机浪潮时间表呢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这个天风证券的郭明奇 他直言 他说相关的供应商最快在第四季就能够看见商机 明年iPhone 5G的手机推出的情况之下 他认为明年的H2就是下半年 新机就能够支援5G 而当然对于高端机的带动换机潮 很有可能在明年下半年就能够看到 所以供应链往前回推 时间呢有可能是从今年的第四季 一直到明年的第一季 就能够受惠于苹果要发展5G手机 提前采购的这些设备 那这些零组件有可能是拿六大行业最受惠呢 郭明奇就点明了 第一个机瓶晶片的部分 当然是最主要的 因为机瓶晶片呢又称为是机瓶的处理器 它就是一个晶片的装置用于网络服务 那它负责管理所有需要天线的射频服务 不过WiFi还有蓝牙不一定会被包挂在内哦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一次 苹果要跟高通传出来就是要买它的机瓶晶片 好除了机瓶晶片能够受惠之外 天线当然也是很主要的 再来射频前端 所谓的射频前端装置意思就是说 只要靠近天线部分的装置都叫做射频前端的装置 那也因为5G它发射的频率改变 所以靠近天线部分的装置 这个射频前端呢相对的也是一个受惠的行业 再者看到了像是主机板 还有散热以及电池的软硬板部分 这六大行业是郭敏奇点名 明年iPhone戴琪的5G热潮 最有机会受惠的六大产业 那当然在这么多的产业当中 郭敏奇今天特别点名 累载版是最受惠的 他说啊 这个5G的智慧型手机 如果全面展开的话呢 累载版的需求将会比以前还要来得好哦 所谓的累载版就是说 类似窄版规格形式呈现的主机板 因为呢 现在我们要从4G变成5G 它跑的速度要快 下载的容量要够多 所以其实它是需要更高速度的运转 但是在一般这个主机板组装的过程 如果能够把IC从晶片组装 直接焊到地露当中 你就可以减少这个组装后的高度 因为大家希望它多功能 但是又不要很厚 要越轻薄越短小越好 所以呢 这样子累载版 它就能够锁短电路的传输效率 增加传输的效率 也减少散热的压力 所以呢 很多的工程师就把HDI版 朝向载版的规格来设计 以便于IC的主装 简单来说 当5G的智慧型手机 全面启动的时候 你要用4G变成5G 它跑的速度更快 你可以更快速地来浏览 或者是下载你需要的资料 但是如此一来 当然就会更耗电了 也需要更大的电池 但是更大的电池 容量越大 你的手机就有可能越大 但是大家现在喜欢荧幕大 但是喜欢轻薄 不喜欢太厚重 怎么办呢 所以大家就要用内载版 来让它节省空间 原本你需要三层 把它包成一只手机 现在呢 把它直接两层 叠在一起 变成两层 就可以包成一只手机的话 这个内载版 就可以让你的手机 变得更轻薄 更节省空间 这就是内载版的优势 所以呢 今年的新iPhone电池 容量提升了 再加上5G 耗电量带电的需求 所以呢 像是安卓的阵营 将会追随苹果 来让内载版 能够成为它 最受贿的产业之一 所以郭敏奇就点名了 这个渗透率大幅提升 因为不管是安卓 飞评阵营 或者是苹果阵营 都往内载版这一块 来研发来走的时候 谁受贿呢 郭敏奇点名了 第一个真顶 第二个台光电 他认为这两家公司 是最大赢家 另外在PCB的新星 还有华通的部分 也是同样 受贿的两大厂商 不过5G的领域 真的非常广 你要做一只手机 当然也不是 只靠内载版 所以呢 真顶拉 台光电之外 到底还有谁 能够来分食这个大饼 那有越来越多的 外资职业看好 那也是我们新观点 上个礼拜 同步在追踪的 这些全职雇 像是台积电 摩根大通就说了 高通跟苹果和解的效应 先前的看法太保守了 而他认为呢 看好的几大产业当中 第一个在台积电的部分 那外资的看法是认为说呢 高通有可能初期 会先采用三星的制程 那你如果采用三星制程 台积电拿得到单吗 但是他们的意思是说 后续呢 其实有可能在整个和解的情况之下 他高通就会把单子下给台积电 因为呢 高通就是台积电的最大客户 而且记得吗 其实台积电在这个先前法术会当中 也公布了7奈米 6奈米 还有5奈米的制程都建在悬上 而且技术都比对手快了一年以上 所以自从台积电 他们7奈米的这个部分 如果高通能够下单子给他们的话 台积电当然是最直接受惠 而且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大利多 如果iPhone真的全面升级为5G的话 那台积电接到高通的订单 有可能因此 挹注额外的3%到4%营收的贡献 这是外资看好台积电 认为下半年开始会全面大幅看好的主要原因 而再者除了台积电之外 还包括了日月光投控 日月光投控其实呢 它的问题是在于 它的客户之一是英特尔 但是记得吗 高通跟苹果和解之后呢 英特尔就已经退出了5G的市场了 那间接也影响到日月光的接单 但是其实日月光少了英特尔这部分的订单 却多了高通的订单 因为高通也是日月光的这个主要伙伴 所以呢像是高通现在跟苹果联手之后 包括了数GG的委外的封测 是不是就能够直接的 这个把单子下给日月光投控 来弥补英特尔退出5G这部分的冲击 所以将来算哦 如果以60%的市占率来估算的话 这个SATM其实可以贡献日月光投控营收 大约能够增加3%到4% 李杨真卷也说了 他说高通加码投资台湾 所以像是金元代工 还有封测楼头都受惠 那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台积电 跟日月光投控之外呢 夜城也被点名 好夜城现在的问题是 因为很多高届的iPhone 导入OLED面板之后 台湾的触控业跟不上这样的脚步 而会丧失订单 但是现在如果苹果跟高通 扩大合作传出来 他们除了要合作晶片之外 他们下一个战场 就是要来发展评下指纹辨识 所谓的评下指纹辨识 就是我们以前在用iPhone的时候 下面有一个后件 你只要把手放在这个后件上面 你这里就可以触控感应到你的指纹 就可以来有其他的功能 但是现在这个后件不见了 怎么办呢 要用指纹的时候 他们希望能够指纹直接按在这个荧幕上 就可以感应到这个叫做屏下 就是荧幕下面的指纹辨识 它这个触控模板是藏在显示板下方 透过演算法让使用者能够在显示的面板上面 某一个区域就可以来进行指纹辨识 那这项技术能够让智慧手机品牌厂 实现真正的全荧幕 也可以有更弹性的产品设计空间 所以屏下指纹辨识分成光学式 还有超音波式这两种 那因为这个光学式它的难度成本比较低 但是容易受到干扰 导致指纹辨识错误率比较高 那现在是用于中低阶的智慧型手机 后者那因为技术难度比较高 但是呢 它的比辨识效果比较好 所以大多用于高阶的智慧型手机 像是S10等等 所以如果高通跟苹果合作 好 第一个先来发展5G晶片 第二个要把触角伸到屏下的指纹辨识的话 对于夜程等来讲 其实相对来讲都是有帮助的 而且它现在已经先获得三星的订单了 夜程有这样的技术 所以如果苹果跟高通 真的来发展这个技术的话 对于夜程来讲也有受惠的可能性 好 所以业界人士分析了 现在呢随着三星越来越成功 有越来越多的智慧手机 导入了这个技术 所以后续这个夜程已有机会 能够成为一个新机会 新战场 在对方的风险 新战场上